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什么叫研究会 当时我们考虑就是武术事业的发展 因为圈阀比较多 圈理比较少 就是把一些道理和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我们少 所以这样的话就叫研究会 全体会员一致推举李老为会长 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八卦长研究 他们当中有工人 干部 教师 只有年于八旬的李老师研究会唯一的专职人员 北京市西支门内北草场胡同十四号 是李子明先生故居 也是八卦长研究会的会址 李子明先生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武术 把八卦长研究会工作做好 他把自己家的房子无偿地给研究会使用了十一年之久 这个整洁宁静的小院曾是国内外武术同仁 特别是八卦长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直到2002年7月拆迁前 仍不断有人前来拜师求役 在当时研究会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李老积极筹措资金 开办了培训班和辅导站 并得到了当时主流媒体的支持 研究会成立了 没有经费 正赶上北京晚报李慧民两位同志采访李老 就说李老把这个没有经费的原因跟李慧民说了 就说这个八卦长 雍约姓李慧民先生听着很高兴的 后来就说没有经费他大理知识 要登二十来个辅导站得不少广告 后来就算报道 报道就是天谈地谈日谈月谈 徐北红馆 展览馆 紫竹院 摇台都成立起来八卦眼睛会的站 最多的三百多人就普及了 毛主席家 星星火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普及了 在此期间 李老发现 很多弟子缺乏对武术理论知识的了解 于是他联系八卦长同仁出版会刊 辅导站成立以后 后来发现越来越人多 后来李老一看 说咱们的八卦眼睛会创刊 说理论结合实际 使得国内外 国内外斗志着八卦门中的 这些实际情况 后来就开始向武杰申请 就主办八卦眼睛会创刊号 后来批下以后 就争取各门派回家写稿 后来没有资金 后来钱也没有 后来我就给他们垫了五百块钱 国内外都来争取让机会看 我就晚上把它都包起来 白天去寄去 老机老机游记都数了 说了游记同志说 老太太 您怎么老机会创呢 我说 谁让我老头是八卦研究会会长呢 大家都挺忙的 说 我老机老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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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研究会的一系列工作 加强了武术传席者间的团结合作 活跃了舞台的学习气氛 推动了武术技术和理论的发展 同时 与老海积极开展和海内外同仁的交流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和传承武术文化的民间组织 他的成立为此派武学的发扬光大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也为今后其他各类武术门派研究会的建立 起到了借鉴作用 李老的这些贡献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 国家曾授予他武术贡献奖 并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这个研究会是不得了的 我说不得了的就是 这是川国的第一个研究会 后来在川国普遍发展起来 这是第一个 李子明同志是带头成立的一个研究会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川国武术研究会的发展 这李子明同志起了带头的作用 李老在《留给后人》的技术片中讲到 保险被说穿尽数献除 他后备努力宴席从无上乐 把这宝贵的综合文化遗产 集成下来为中国为人民 所持贡献人行综合 无愿主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